這是什麼用呢 關懷中心人員會致電給確診者 關心身體狀況 但是有一名台北市的女性確診者 卻接到一通關懷電話 讓她相當傻眼 對方先是提醒她確診的注意事項 接著話風一轉 就要女子記得量體溫 注意排卵期 甚至還說現在少子話 要多生幾胎 不要墮胎 整通電話的話題都圍繞在懷孕 女子控訴自己並沒有懷孕 關懷中心就好好講確診的事 不要強制扭曲他人價值觀 真的覺得很奇怪 也很不舒服 應該先關心當事人的一些健康狀況才對 我會請她再問別的問題 不要問我這些事 對此心意區長表示的確不妥 確診者沒有懷孕 為什麼會這樣問 但是針對這名員工該如何處置 區長則是低調回應 確實有這通電話 但是詳細內容會再確認 只是工作人員明明該關懷 確診者身體狀況及需求 卻變成宣傳個人價值觀 也難怪民眾會大傻眼 記者楊世絮 翁家宇 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